他是猎魔人,以斩妖除魔为己任,却不受任何人喜爱 作为一名以猎杀怪物为生的猎魔人,杰洛特坚持中立的原则 不参与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以寻求一种简单和清净 然而,只是这样简单的愿望,杰洛特也难以实现 人们视他为怪物,是魔鬼一样的生物,总是对他避之不及 食不果腹,风餐露宿才是猎魔人的宿命 这天,杰洛特钻进一块幽暗的沼泽地中 猎杀一头人面蜘蛛气奇魔 他手持银剑飞跃而下,用力砍断了奇奇魔的一条腿 因此遭到他的强烈反抗,杰洛特被他摁进水中 银剑也从手里滑落 杰洛特始终保持冷静,在奇奇魔发起最后的攻击时刻 他找到并抓住银剑,直接刺穿了奇奇魔的脑袋 成功猎杀奇奇魔后,杰洛特来到布拉维坎小镇的一家酒馆 向众人打听郡长的住处准备领取赏金 这是猎魔人的生存方式 然而,杰洛特却受到了排挤与厌恶,老板甚至不肯卖他啤酒 他们都认为猎魔人是不祥的存在 杰洛特没有勉强,转身就要离开,却被几个混混包围了 他们试图激怒他,然后找他的麻烦 能不能让他一瞬一瞬 伦福瑞是这群混混的老大 他请杰洛特喝了一杯啤酒 作为刚刚那场闹剧的歉礼 因为有所图,伦福瑞努力表现出友好 成功吸引了杰洛特的注意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自称是郡长女儿的小女孩来了 他想要看齐奇魔的尸体 但这不是他的目的 玛丽加看看齐奇魔,又看看杰洛特 随后建议他把齐奇魔的尸体卖给镇上的炼药师伊利翁 他专门回收各种怪物的尸体 杰洛特信了,他牵着马 跟着女孩来到了位于闹市区的一栋建筑前 意外的是,杰洛特感应到了一股强烈的魔法波动 于是,他直接穿门而入 又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幻术 这绝不是炼药师的住所,而应该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术士 不出杰洛特所料 从他身后走出来的男人自爆身份 他叫斯崔葛布,是一名术士 只是为了纪念二百年前死去的伊利翁大师 他才沿用了他的名讳 杰洛特一眼看穿了他的谎言 斯崔葛布只好实话实说 他让玛丽加引猎魔人来的目的 是为了让他杀一个世界上最坏的怪物 他叫伦福瑞 斯崔葛布信奉一个预言黑日诅咒 据说在日泉时出生的婴儿将会毁灭世界 使人类灭绝 于是,为了所谓的正义 他开始研究并杀害黑日期间出生的女孩 并美其名曰是两害娶其亲 伦福瑞就是其中一个女孩 更可怕的是,他不怕魔法 斯崔葛布根本拿他没办法 因此,他更笃定了伦福瑞是怪物的想法 杰洛特有自己的原则 他只猎杀怪物,从不对人类出手 更确切地说,他不会对任何有智慧的生物下手 哪怕酬劳再高 离开布拉维坎后 伦福瑞也找到了杰洛特 和斯崔葛布一样 他想要猎魔人帮他杀人 那人就是斯崔葛布 为了说服杰洛特 伦福瑞主动说出了他的故事 他曾是克雷伊灯火的公主 后来被黑心继母通过魔镜散布他的谣言 说他会变成血洗王国的恶女 并派出信奉黑日诅咒的斯崔葛布追杀他 在被追杀的途中 他曾被他的手下玷污 从此以后 伦福瑞就不再把自己当作公主 被一群混混救了后 他化名为伯老鸟的杀手 不仅杀死了季后 还要找斯崔葛布报仇 但他一直藏在塔中 伦福瑞和手下迟迟攻不进去 杰洛特真的很同情伦福瑞的遭遇 但他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拒绝的理由与斯崔葛布的一样 他不会对任何有智慧的生物下手 伦福瑞没有放弃 他换了一个策略 试图通过美色引诱杰洛特打破原则 但他还是失败了 离开前 杰洛特奉劝伦福瑞放下仇恨 开始新的生活 但这对伦福瑞来说是不可能的 为了复仇 他选择了另一种极端 准备在及时发动恐怖袭击 通过无差别屠杀平民逼迫斯崔葛布现身 但他低估了这个术士的狡诈 斯崔葛布早已算准了杰洛特的性格 他有极好的道德准则 绝不会对不平之事置之不理 于是无论伦福瑞做什么 他都绝不离开塔楼 以此逼杰洛特对伦福瑞动手 果然 杰洛特出现了 但他遭到了阻拦